大家好 一開場就先用中文向觀眾問好 半導體女王 超委董事長蘇之鋒 出席2024南方半導體論壇 與鴻基董事長陳俊勝 主持人曹世倫進行AI實際對談 將隔10年再回到故鄉台南 蘇之鋒相當興奮 蘇之鋒說超委非常幸運 能夠擁有像台積電 這麼強大的供應鏈合作夥伴 還說台灣是唯一一個 大家都知道COAS這個詞的國家 同時他也提到和台南的淵源 為了這場世紀論壇 大批民眾一早就來到會場排隊 當中包括不少大學生和高中生 一個小時的論壇結束後 蘇之鋒下了台 被青年學子團團包圍 在蘇之鋒的同意之下 主辦單位臨時加碼 在場外辦起QA 讓學生近距離問個夠 苏之鋒展現親民的一面 簽名合照來者不拒 學生們沒想到能夠與 半導體女王面對面說話 開心得不得了 直呼這一刻值得好好珍藏 民視新聞正博輝 陳子平林居民 台南市報道